郭文貴議員 謝謝院長 我們是不是請行政院院長 請蘇院長 衛福部跟機器部可以準備 衛福部 市長 今天我們在談這個紓困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我的臉是非常的憂愁 為什麼呢 我的標題你看到了 原住民無法享受你的紓困 我慢慢告訴你 首先我想還是要對石中兄 我們的部長再給他一點慰勞 他這一陣子真的非常的辛苦 雖然說有人說什麼 哭哭啼啼不是男子漢等等這種說法 但是我個人非常的佩服 我們的陳部長真的部長辛苦了 但是呢 政治工房 我是建議我們的院長 政治工房要少一點 在整個防疫的工程裡面 不要蹦蹦蹦就考慮到政治的效益 那麼政治算計不要太多 才會成功了 整個防疫的整個過程 我們才會成功 所以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什麼叫零確診 院長才剛剛講零確診 兩三天就來了個磐石劍 一下子來就將近三十個確診的案例 所以這個零確診啊 放在心裡面就好了 你隨便不要輕易的出口 我講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給院長聽 我覺得我們對面對疫情的時候 我從一個醫生的角度來看 我們要非常謙卑的來面對這個疫情 不要動不動就講這個 讓自己沾沾自喜 自己開心的 那個不要 因為疫情看不到終點 我們是要長期抗戰 院長你應該會同意我這句話 有人說到後半年 有人說到明年 有人說要兩三年都有可能的 所以尤其這個病毒 你也知道是三年突變 它是有生命的 它會對付你 你找了新的藥物 找了新的疫苗 它還是會變 讓你防不勝防 我必須要讓你知道 尤其現在很多的無症狀 讓你神不知鬼不覺 你都不曉得 你的周邊的人 他到底有沒有帶毒 沒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而且傳染是無孔不入 院長 無孔不入 所以防疫必須無懈可擊 OK 道理我只講到這裡 我們現在講 講到實務 我看到您今天對媒體說到了 整個紓困的這個大的一個工程 世代原則 你說要雨露均沾 你說要立竿建營 你說要顧本強身加強攻堅 但是有幾個爭議的事情 我們恐怕在這裡跟院長也討論一下 第一個 我自己是醫生 我非常同情這些在最前線的醫護人員 沒有晚上沒有白天的為了防疫跟治療 在那邊盡其心力 那麼現在 報宅 報宅說這個醫護人員的普篩 現在變成了一個可討論的一個議題 我個人支持應該要普篩 他們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有一個普篩 最起碼讓他安心的來做防疫的工作 安心的來治療我們的病人 但是我也接受這個陳部長 法交安 反反覆覆 他之前是認為應該要做普篩的 結果現在是認為不必普篩 是不是院長受益 跟委員報告 你是我的學長 你應該很清楚 這個醫護人員有症狀 是我們指揮體系認為說前一陣子 是要去幫他做篩檢 所以1800多個做出來都是陰性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你今天所有的醫護人員 沒有任何情況之下 你今天塞是陰性 可是你沒有保證他明天後天 那難道天天塞嗎 這個問題就是在這裡 當然是沒有辦法保證 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剛剛講過了 你防不勝防 你也沒有辦法做一次 就知道他一定是陽性陰性 所以委員 如果剛才講的這個前提是對的 我們就不應該把醫護人員標籤化 不是標籤 好像醫護人員 就是這個 弄得大家都怕醫護人員 這樣不好 所以有症狀我們要篩 我們過去也一直這樣 也做得很好 也非常感謝醫護人員 在第一線的辛苦 對啊 我們要做他的後盾 真的 我們都做後盾 對啊 但如果就醫護人員 因為身份要普篩 結果連醫護人員的小孩 在學校也被排斥 這樣不好 就算沒有做普篩 他知道是醫生的孩子 就已經被註定要被人家另眼相看了 要感謝 要感謝 不是把他排斥 我們要支持這些醫護人員 我個人認為應該要普篩 所以不要把他標籤化 沒有辦法講到那個標準答案 我只是告訴你 我個人的立場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普篩 第二個 這個很多人在談到了這個所謂的疫調不同調 疫調 疫情的調查 你們都不同調 這邊就說要同 這邊又說不同 不同意見 意見不一致 這就不同調 就以防疫中心為準 我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我們再講回到盤石劍這件事情來看 報紙都做了評論 軍力局有軍力局的看法 這個衛福部有衛福部的看法 又是一個意見不一致 又是一個意見不一致 所以我常常在想 那個院長 當美國 日本 英國 都是他們的最高領導 來領軍 來對付這個疫情的時候 中華民國 台灣 什麼時候 會從陳時中的部長的身上 讓行政院長來承擔這個大任 或者是總統直接來承擔這個大任 防疫的大任 結果全世界都說我們台灣做得最好 這個我們不否認啊 我們就做得很好啊 全世界都說要來向台灣學習 台灣模式不錯 所以我們陳時中部長 也被大家都認為做得很好 這個是現階段啊 因為這個是一個長期 我講的是長期的一個作戰 你要把石中兄來累垮 他已經非常辛苦了 我們全力支持他 但也不會夜主帶跑 當然你是院長 你是全國最高的行政的首長啊 如果當時這個 盤石建這件事情 是你在決策的時候 就不會有所謂的衛福部 跟軍醫局的不同調的事情 不是這樣嗎 不會 這個都以疫情指揮中心 以指揮官這個為準 你四兩波千金 你該承擔的時候 我認為你應該要跳出來 來來來領導長 如果能過四兩波千金 也一定功夫很好才可能做到 那你功夫很高啊 你可以應付這個事情 這個醫療的專業 我一點都沒有 我有功夫就是因為我尊重專業 好 因為你講到尊重專業 我就講不下去了 因為陳時中專業 你就是專業 就領導統一來講 我認為應該 你應該要接 接這個重重任才對的 我們就講到這裡就好了 我不再講了 現在講到紓困啊 我的題目啊 原住民享受不到 現在圓民會有沒有來 我不知道 這個委員 紓困不是用身份來分 當然不是用 他是我的同胞都 我最近啊 接到了好幾通電話 他是都市原住民 他要申請紓困 我說你就可以申請啊 現在大家都知道怎麼申請啊 事實上院長 這個資格還是有限制 不是人人都有機會 你知道嗎 這個紓困都是讓大家看 不會因為說 你是什麼身份 你是原住民所謂排外 你是客家籍所謂排外 你是何樂排外 但是你要知道 原住民的困局困境啦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是他條件啊 我有幾個數據啊 也讓你這個看一下 目前這個勞工啊 昨天啊 這個我們台東的這個農漁 還特別打個電話來 跟我說農民漁民沒有被紓困啊 那剛剛我聽了這個 農委會的這個主委已經講了嘛 還是有啦 但是昨天為止是很模糊的喔 農民漁沒有被紓困啊 有啦 如果現在是有了 那當然是我們一個進步的做法 另外一個那個勞工的部分啊 自營作業者的紓困方案啊 我看到這個數據不曉得對不對 申請案件淘汰率9.85 這樣是百分之十耶 阿博長 報告委員 我們本來就有設定第一個 兩萬四的投保金了 然後排付不能重複領取 那因為很多來申請的他不曉得 他全不符合的他也來 我當然要審查啊 因為我們這個錢資源有些 所以我們是要幫忙最弱勢的喔 那為優先啦 所以有些不符合我當然要剔除 我才要跟你講這個兩萬四咧 兩萬四以下有多少個比例 你有沒有有沒有算過 是涵蓋了所有這個這個勞 需要的勞工嗎 沒有 職業工會 沒有涵蓋到 兩萬四就已經佔了六成五的職業工會的會員 一百三十三萬人 我們全部職業工會兩百零五萬 兩萬四的是一百三十三萬 你要入工會你才有申請的資格 太多原住民根本自營的自營作業的 還有很多原住民這根本就沒有加入工會啊 報告委員 我一定要 他現在根本就享受不到 在勞動部的立場 我一定是以勞動體制內的對象 我來幫忙他 是 如果說如果他沒有任何保險 就是歸到衛福部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處理 我已經照 我這樣的一個政策已經到過了97.2 你照顧你的勞工 但是我要問院長 原住民怎麼辦 我剛才是強調原住民那個弱勢的處境 沒有人在關心 不會不會 我一定 原住民絕對 絕對不會因為原住民 所以不照顧他 不會 院長 我講數據給你聽 主據總數的資料 全國民眾的月薪是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七塊 中華民國 原住民就有三萬零二十八塊 你知道嗎 這個數據你有沒有看過 原住民的現狀 我們就拿台東來講 台東啊 目前的中低收入戶是六千三百七十二戶 台東原民就佔了三千八百六十七 佔百分之六十耶 院長 低收入戶一樣 也是佔百分 原住民就佔了百分之五十九 很多原住民在鄉下 那個阿公阿嬤 他每個月就靠著他的兒子在都會 辛苦的賺錢 每個月匯個三五千塊給他去繳電費水費 還有其他的費用瓦斯費等等 但是當今天他的兒子在都市都失業了 沒有薪水的時候 你看這隻阿公阿嬤怎麼活下去 如果失業以後其他都一定照我們所有的條件 這樣來給他補助相關的這個紓困 都會這樣做 原住民不會比較比任何人差 條件都一樣 今天要補助 今天要補助 桃園市長鄭文燦向中央喊話 放寬資格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說法很簡單 原住民不符標準的太多了 怨聲士氣 今天也有一個我們的唐委員也特別提到的 原住民族沒有固定固主的就有七萬多個 這些人因為沒有固主啊 他現在來申請啊 他要去哪裡申請你告訴我 部長給你幫忙 柏道委員你可能沒有注意到前天的消息 我已經放寬了 已經放寬了 因為我名額有勝 我本來是以部分公使的勞工為 到公布文打工作為對象 但因為這個名額有勝 那的確有很多人進不來 所以那個原民的部分 離島偏鄉原鄉我都讓他進來 所以這個已經 我已經政策放寬了 院長 因為我們是全面的要紓困 不是只有勞工啊 農民要紓困 偏鄉的 不是原住民而已喔 偏鄉的阿公阿嬤 通通都要紓困耶 因為他的孩子都領不到工錢 他沒有辦法揮一些錢給他用 這些在鄉下的阿公阿嬤 真的需要紓困啊 最後我還是要跟院長再說一遍喔 百分之五十六的民調支持 政府發現金啦 發現金比較實在啦 我們已經在花啦 你這樣發 我已經入帳了嗎 入帳了 那個是有條件的在發嘛 不是每個人都拿過嗎 所以不是亂花 我認為應該要全面的發放消費券 類類消費券一樣 蔡英明也花給他幹什麼 張宗謀董事長也花給他 何必呢 我們有牌付啊 國民黨也是講牌 先牌付然後再發嘛 這個做得到嘛 所以我們是不只是牌付 而且是給最需要的人 我們就好像以前這個 我們要給最需要的人 好 所以我們再發這個紓困標準 應該要改用原住民的平均薪資來計算 真正的弱勢那個底層你都看不到啦 不是 你在台北看不到鄉下 我們用陷入困境的條件 而不是用生混 他是原住民 他是什麼 我不要用生混來區分 好 最後我建議院長弱勢家庭學生 尤其在鄉下 應該給他們免費的營養早餐 跟補助教育紓困券 因為我們過去做過這個事 贏得很好的 能不能給大家庭學生 可能會布城